每一集出發之前都非常的忐忑 因為除了主舊的嘉賓之外 其他人全部是素人 偶爾才會來一個黃建委屋幾間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素人 老師也好 同學也好 學校的警衛也好 所以對我而言是主持上很大的挑戰 我又沒有搭檔 所以很燒腦 但是最後都是滿載而歸 滿滿的故事 滿滿的情懷 大家真情流露 每一滴眼淚都騙不了人 然後每個同學有自己的故事 像江洪杰打乒乓球 我盡量可以跟他打一局 還有小愛 我的媽啊 他們是日本國手 這個滿足了我自己的慾望 那你應該也沒有看過 忠心靈跑大堆接力吧 區中恆這個半百的人 在那裡打躲避球 可是他們一點抗拒都沒有 就完全融入在那個校園情境 跟進攝影棚的表情都不一樣 特別棒 成就感很大 我覺得這個是人生代表作 真的很怕以後沒有 然後這個 但是能夠做到這個節目 算是一種幸運極大的幸運 雖然籌備了兩年 很離譜嘛 人生有幾個兩年可以等 但這個節目竟然讓我等了兩年 那當然還有很多同學是在國外 真的回不來 但也有同學是真的從南部 然後我們錄影錄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出現了 他趕來了 很感動 那個感動的程度是不得了的 然後有一些海外的 我們當然也希望有機會能夠做 我相信這個模式做出來之後 應該會有更多藝人也願意來上 我們確實在第一季的時候 發通告發得非常慘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我們錄了幾集之後呢 中間休息兩個月沒有在錄 發不到人 哪有一個節目這樣子 所以一直延播延到現在五月才要上達 所以老實講是蠻坎坷的這個節目 其實我回母校我有點嚇一跳 就是我們以前的那一棟大樓 現在變得超長 面目全非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哇 怎麼完全不一樣這樣子 都不一樣 改建 然後看到同學也發現 哇 真的有很多也長得很不一樣這樣子 但是可以再重新相遇 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可是老實說在接到這個節目 剛開始的時候 會覺得其實很忐忑 就會覺得好像有點矯情 我如果說要找同學 為什麼不私底下找 要藉由節目找 可是我就發現有一些同學真的是 你自己私底下小可能找不來 然後我覺得藉由節目上這樣子 然後把大家聚在一起 穿上制服 然後一起拍這張畢業照 那個真的很感動 對 這個能量要散播出去 讓觀眾看到 很皮的啦 你不要看永永這樣子 談戀愛起來也是不手軟 哇賽 那個爸媽都不知道啊這樣 對 就是譬如說我中午不吃飯 去跟男生逛操 真的很假的 拍音啊 然後媽媽 重點是媽媽還來學校找我 要送我吃 就是譬如說 送便當啊 送補品啊 然後同學還一起幫我 找不到人 真的喔 說他好像去哪裡 練射台灣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他還 永永還自己告訴我說 你看看那個走廊 對我來講很重要 我說為什麼 因為那個走廊往下看是籃球場 所以呢 每個人都搶在那個走廊掃地 因為唯有在那裡掃地 可以看到男生 打籃球 哇賽 我們沒有我們是女校 好 我有有有 我有一次在那個擦窗戶的時候 有同學說 嘿 下面有個變態狂 然後我就好興奮 因為我沒有看過變態狂 我就爬上去 然後他就走了 人生第一次想看變態狂 對 我們沒有 真的都是女生這樣子 我lasses 我 enemies 我閒掃ă ?!" 是 我